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继新疆图鲁藩地区汕汕县 本周三发生暴力袭击事件之后 6月28号下午 新疆和田县寒尔日克镇 发生一起群体持蟹聚集闹事事件 公安机关紧急处置 抓捕刘志闹事人员 事态迅速平息 在处置过程中 没有群众伤亡 新华社的报道 一把扇扇县发生的 袭击事件的死亡人数 上升到35轮 其中有24人遇害 包括警察2人 警察开枪击毙了11名袭击者 但是早先新华社的英文报道则说 死亡人数是27人 其中包括警察9人 而首府乌鲁木齐 发生有人翻越武警围墙被捕事件 市区全面提升了戒备 进入市区的车辆需接受检查 而前往吐鲁番的旅游团 因游客退团而取消行程 海外维吾尔组织称 善善县已有近70人被抓 全江清真寺被武警控制 重庆中级法院6月28日 一审认定原中共重庆北培区委书记雷正赋 受贿300多万元判刑13年 并处罚金30万元 萧业、赵洪霞等6人被于北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 分别判刑10年及2年 其中赵洪霞被判缓刑2年 雷正赋当庭没有表示是否上诉 不过雷正赋的代理律师卢磊 之前对媒体说 与雷正赋约好下周三见面时 将决定是否启动上诉程序 法院宣判之后 萧业、许社青、严鹏等三人当庭表示上诉 赵洪霞、谭林林、王建军则表示不会上诉 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表示 他们还在考虑是否给予美国泄密者斯诺登政治庇护 与此同时 华盛顿则警告厄瓜多尔不要庇护斯诺登 另外斯诺登的父亲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政府满足一些条件 他相信他的儿子会回到美国 这些条件包括在法庭开审之前不拘押 不对他禁言 并允许他挑选受审的地点 另外美国驻港总领事杨苏蒂首次回应斯诺登事件 他认为美国和香港的互信关系已经动摇 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日前反驳美方的指控说 港府没有刻意放走斯诺登 也没有放缓处理美方的临时拘捕令 一直按照香港法律并根据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协定 去处理这方面的事宜 隶属民主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 星期五在台北参加一场座谈会 他形容明年的占领中环运动 是争取香港民主的背水一战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何俊仁周五出席了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的座谈会 七一十六周年从香港看台湾 自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 每年7月1日香港民主派都会发起游行 但何俊仁说 今年一过7月1日 就是为预定于明年7月1日发起的 占领中环公民抗命运动做最后一年的倒数 作为占领中环运动的筹备要角 何俊仁说 这项运动的原始发起人戴耀廷 陈建明和朱耀明 前两位是大学教授 后一位是牧师 连同他本人 原本都是被社会上视为最温和的一群人 为什么被认为是温和的一群人 会发起这项运动 就是为了争取香港民众 能够在2017年真正得到完整的普选特首的权利 何俊仁说 2010年他所属的民主党与中央政府协商后 虽然同意了2012年暂时不落实普选 当时遭到民主派各方指责 但这项协议得到了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的时间表 现在到了摊牌的时候 面对2017年的特首选举 基于两个理由 中央不能违背承诺 第一这个承诺是人大公布的 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 对全香港人民 对全世界做出这个承诺 如果解证细程用这个方式来决定 也要跳票 那么以后讲什么都没用了 还要讲什么 还讲什么法理 6月27号下午 成都交警不当执法导致车祸 随后引发数千人的骚乱 成都的一名交警在三环高速路上 强行拦截一辆运扎车 导致跟在其后的两辆大型货车 刹车不及造成三车追尾 导致一名20多岁的驾驶员当场死亡 目睹整个过程的群众纷纷指责交警 违规在三环主道上拦车 引起了公愤 数百名司机和群众 愤怒围殴拦车的交警 将警车砸毁掀翻 闻讯前来抢救伤者的120救急车 也被砸毁 骚乱中有20人受伤 交通中断数小时 当局随后派出进迁警察 特警和武警前往该地维稳 近日从藏区境内 陆续传出部分寺院 包括拉萨干丹寺被允许 供奉达赖喇嘛法相的消息 达赖喇嘛6月28号 结束对西藏青年的传法 呼吁学子要为世人创造福祉 此外西藏纳曲地区所限 赞丹寺僧人南节次城 遭拘押8个多月后 于上月获释 但因受酷刑折磨 以致左手伤残 消息人士表示 他被捕的原因 是因为当局发现他 藏有达赖喇嘛所讲授的 入刑论共四盘传法光碟 随即指控他 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 虽然他现已获释 但仍被当局暗中监视 并被多次盘问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